生娃坐月子 整整一个月 婆婆给我吃了三香半泡面 声称这个有营养 她自己都设不得吃 风水轮流转 婆婆脑梗住院 我发短视频吐槽 网友之招也给她顿顿炫方便面 我主打一个听券 隔天扛了一箱 让婆婆连炫三天 没想到意外绑定听券系统 每接受一次正确建议 系统就会打赏我十万块 看着人人不断上涨的数字 嘴角再也压不住了 嘿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于是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就能逢考必过 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 她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正文现在开始 去医院看望婆婆 刚进病房 婆婆伸长了脖子张望 见我拿的是泡面 脸立马拉了下来 我当做没看见 熟练地打开包装 倒上开水递给她 妈 吃饭了 婆婆眉头皱成一团 三脚眼瞄着我嘟闹了句 我不想吃泡面 我一听 乐呵了 拿出饭盒里的大肘子 一边啃一边跟她唠 妈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泡面多好 泡面多有营养 看到没有 老母鸡烫面 有鸡有汤还有面 还是国产大牌的 你不是也说过吗 方便面有营养 你年轻的时候想吃都买不起 吃吧吃吧 多吃一点 一包够不够 婆婆不吭声 把碗里的泡面翻来翻去 最后嗅到了我手里的大肘子 回头问 你吃了什么 我一点也不避讳 一边大口啃一边毁她 大肘子 婆婆巴巴地问了句 咱俩换换呗呗 我立马拒绝了她 不行 这东西油腻 医生说你脑梗 给吃清淡有营养的东西 是不是很好吃 她硬着头皮答应 好吃 伴随着婆婆的回答 手机跟着震动起来 坡头瞄一眼 好家伙 到账十万 我盯着手机 内心忍不住狂喜 真的 都是真的 三年前 我婆婆脑梗住院 从送她到医院 再到办理住院手续 全是我一个人 拉着五岁大的女儿 忙前忙后 谁知我婆婆没半点好脸色 还叹气说自己命不好 气得我发短视频吐槽 说我当年生孩子 婆婆不仅第二天就赶我回家 还在月子里 顿顿让我吃泡面 看的网友立马执招 这不是个好机会 你也给她顿顿炫方便面 我主打一个听券 隔天扛了一箱 让婆婆连续三天 没想到意外绑定听券系统 每接受一次正确建议 系统就会打赏我十万块 刚开始我还不相信 本的出口恶气的心思照做了 直到看到手机里的银行 到账通知 我才意识到都是真的 其实婆媳关系 早从我怀孕开始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时候我运气反应大 婆婆四处说我矫情 产检完知道肚子里的是个女儿 说我天天对着电脑有辐射 诅咒我肚子里的胎儿畸形 辞之后 又阴阳怪气说我不赚钱 直到生下女儿 婆婆更是变本加厉 第二天让我老公办理了出院手续 我老公去外地上班后 有婆婆照顾我月子 没想到我老公前脚刚走 婆婆后脚就扛回来一箱方便面 到了饭点 直接泡一包放我床头 我一看直接懵了 婆婆却说方便面有营养 我年轻的时候想吃都买不起 你们现在老享福了 想想受了这么久的委屈 真是够够的 享福是吧 从现在开始 我可得让您服务东海 我没想到的是 给婆婆吃方便面的这一幕 被我发到网上 大博主转发后火了 短短几个小时 直接冲上热搜 评论区网友的言论 让我差点笑不活 不仅有网友们溢水的支持 还有不少更损的招之给我 网友 哎不要这样 做人要大度 给老人家买点有营养的东西 比如营养块线 某国产大牌 对了 口味也要多一点 网友B 泡面不好吃 应该来点火鸡面和鬼胶面 天气冷 暖心暖胃又满活 更多的人点评 未经他人苦 莫劝人善良 看完我一阵乐呵 马不停蹄的拎回来一堆 各种口味的方便面 看着银行卡又一次到账了十万块 我泪目了 老天成不弃我 只是我没想到 接下来又出现了新的变故 这天我又泡好了方便面给婆婆吃 我老公的电话就打来了 刚刚接通 电话那头的她便气急败坏的呵斥我 陈小娟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咱妈生病住院 你给她吃方便面 这是你一个当儿媳妇的能做的是吗 我猜到她会知道 但没想到这么快 更没想到朝夕相处 口口声声说 疼我的老公会这么质问 于是语气平静的解释 怎么就不能了 当初我坐月子 你妈不是也给我吃方便面 再说了 是她自己说好吃有营养 年轻的时候想吃都吃不上 我这是圆你妈的梦 刘强气笑了 开始破我 陈小娟 你少在这里给我狡辩 方便面有没有营养 你不知道 她是做的不对 我也告诉过你 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 年轻的时候穷 的确吃不上 可是你既然进了这个家 就该履行做儿媳妇的义务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让我心寒 陈小娟 我当初怎么没发现 你居然是这么恶毒的女人 想到昨天就有网友说让我硬气 我立马对过去 你也知道那是你妈 你也知道她是拉扯 你不是拉扯我 觉得我恶毒是吧 那行 你今天就买票回来 我们离婚 说完 我直接挂断电话 很好 又到账十万块 其实从我生下女儿 婆婆就诸多不满意 不止一次 当着我的面阴阳怪气 说什么赔钱货 还口口声声嚷嚷 老刘家香火要断了 甚至孩子才几个月大 就又开始催我生二胎 说什么 趁着年轻生恢复快 还说两个一前一后生 一起带大省事 那时候我就知道 婆重男轻女 谁知道居然重男轻女 到这种地步 直到有一天 我彻底爆发了 要生你儿子自己生 反正我不生了 说我女儿是赔钱货 你瞅瞅自己 你也是女的 那你就是老赔钱货 从那之后 倒是没再催二胎 但每次见了我 都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 刘强回来了 见到我的第一眼 就黑着一张脸 先是一言不发的 把我买的方便面 全扔到楼下的垃圾桶 然后跟我大吵一架 然后故级重施 托我 陈小娟 当然媳妇 就要有儿媳妇的样 我一天到晚 在外忙活赚钱 还不是为了养活你们鸟俩 从古至今 男主外女主内 你们女人 就是照顾家里老小的 我去看妈了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怎么做才是贤妻良母 听到这贤妻良母四个字 我差点吐了 我知道他们母子感情好 可现在 我已经很确定 她就是个妈宝男 等她走后 我再次把事情 跟网友们交代了一遍 网友们积极回应 网友 先不要急着闹离婚 既然她要伺候她妈 就让她当大孝子 你带着女儿 该吃吃该喝喝 先好好享受 看她们母子反应 见招拆招 网友 B 不是我说 形象得改变一下吧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这天傍晚 我带女儿溜弯回来 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靠近病房的一瞬间 里面传来母子俩 压低了嗓音的对话 婆婆 真有了 快给我说说 喜欢吃酸的还是辣的 接下来是我老公 刘强的声音 喜欢吃酸的 我婆婆的声音里 明显夹杂着喜悦 那好 酸儿辣女 肯定是个儿子 这是你可别让陈小娟知道 再这么着 也得等我小金孙生下来再说 另外记得买份意外险 到时候 虽然后面的话我没听清 但也猜到了 一瞬间 我气血翻涌 好家伙 合着不仅刘强是个妈宝男 而且他们母子俩还这么恶毒 看来这母子俩 我得一块置之了 鲁定这个念头 我是一女儿不要出声 往后退了两步 跟我女儿说话 果然 听到动静的母子俩瞬间安静下来 见到我 刘强的眉头又皱起来 小娟 你这一整天都跑哪去了 饭不做 打电话也不接 我平静地回应 哦 出去逛街了 刘强听到我的话 立马又炸开了 逛街 我跟妈在医院没饭吃 你去逛街 我指着床头还没扔了饭盒问 没吃饭 这不就是饭吗 你也知道 我做饭不好吃 妈吃不习惯 说完 我又提出几袋泡面 要不吃这个 妈喜欢 不等他们拒绝 我直接开溜 我差点忘了 女儿幼儿园还布置了手工作业 人家都在传照片呢 我就先回去了 不打搅你们 36G走为上策 至于这个婚 必须要离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婆婆都在医院 至于我那大孝子老公刘强 也同样在医院陪护 他们一天三餐吃什么我不关心 我只管把我自己的日子过好 送女儿上幼儿园后 我继续听网友建议 给自己买了几套得体的衣服 银行到账十万 护肤美容 银行到账十万 甚至联听网友的建议修了眉毛 依旧雷打不动的收到了十万块 看着接近上百万的数字 我嘴角怎么都压不住 搞完这一切 继续听从网友的建议 开始找工作 虽然婆婆还惦记着她的小金孙 我和刘强离婚 他们有80%的可能性是不要女儿 但我还是做足了准备 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会让我在以后 争夺抚养权上占优势 除此之外 我还根据网友的提醒 花钱请了私家侦探 查找刘强出轨的证据 做好万全的准备 才能一招制胜 直到这天回家 我看到了出院的婆婆 母子俩一个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一个摊在角落打游戏 之前收拾好的屋子乱成一团 随意丢弃的垃圾袋 快餐盒 烟头 除此之外 还有洗碗池都风干了的锅碗瓢盆 以及随意丢弃在地上的一大堆脏衣服 由于做过饭没收拾 灶台墙面都是油渍 我冲着打游戏的刘强开口 吃饭为什么不洗碗 刘强头也不抬地回应 这不是有你吗 你有空把碗洗了吧 婆婆也在这时候出生 还有衣服 要先用手搓一遍 再丢洗衣机 这样洗得干净 我一听直接气笑了 衣服是我的吗 碗筷是我吃的吗 合着就我闲 你们忙 东西谁爱收拾谁收拾 反正别找我 见我翻脸 刘强立马吸皮笑脸起来 吐了女儿道 嘻嘻 你看你妈多懒啊 连个碗都不洗 爸爸累 奶奶生病了 嘻嘻最勤快了 嘻嘻去洗好不好 我一把拉过女儿进了卧室 谁爱洗谁洗 回到卧室 我又把今天的情况 告诉给了网友 网友A 晚没人洗这简单 看不顺眼 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B 找个借口回娘家住几天 看看私家侦探 调查的怎么样了 网友C 霸气一点 与其内耗自己 不如原地发疯 我一一照做 随便收拾了点东西 拎着包包 就出了卧室 刘强还在打游戏 见我往厨房走 苗栗眼满脸得意 晚上吃点稀的 最好做汤 再烙个葱油饼 话音刚落 我已经端起锅碗瓢盆 噼里啪啦 全扔进垃圾桶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我开口回怼 我看你们俩每一个是瘫痪 想吃自己做 对了 我娘家有点事 这阵子回娘家住 你们自己在家看着办 随后麻溜的带着女儿往外走 嘻嘻 我们走 门关上的一瞬间 屋里传来我婆婆的嚎叫声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 网友说的对 与其内耗自己 不如原地发疯 爽 短信提示音的震动 一声接一声传来 看着到账的30万 更爽了 出门后 我找了家餐厅 约了私家侦探 女儿在一旁开心的吃饭 我们聊正事 私家侦探告诉我 他们找到了我老公的出轨对象 对方25岁 大学毕业 就进了刘强的公司 由于没有谈过恋爱 加上刘强伪装单身 对那姑娘贴心又热气 捕捉到那姑娘对她有好感 立马展开热烈追求 两人最终发展起了地下恋情 甚至借口是办公室恋情 两人只在私底下谈恋爱 平时几乎滴水不漏 而我婆婆口中的小金孙 也得到了证实 那小姑娘的确怀孕了 并且马上快三个月 除了这些 私家侦探不愧是私家侦探 甚至连联系方式都给我搞到了 谢过私家侦探 晚上我住在了酒店 跟网友提起此事 他们个个直呼很行 有人提出 这属于诈骗行为 更有甚者提议 如果我能联系上那姑娘 并且联手掠视小记 说不定真能把渣男 送进去采缝刃机 也有网友劝我不要心急 先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了解一下这个姑娘 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 再联系 比较稳妥 主打听劝 安顿好孩子睡下 我开始按照网友说的方式 利用得到的手机号 开始一点点扒对方的信息 黄天不负有心人 熬了半宿的我终于找到了 我找到了她的微博小号 里面记录的 都是一个女生的点点滴滴 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司 再到遇到刘强 少女怀春 春心萌动 那时候单纯的 她对刘强的评价是 年龄大了些 但是人很温柔会照顾人 接着是 天哪 她请我吃饭的时候 我说考虑考虑 她就难过的喝醉了酒 之后就算了不提了 然后是三个多月后的一条 怎么办 我怀孕了 都三个月了 她跟我求婚 还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可我还没有做好 当妈妈的准备 她家里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了解 再到一个星期前 连续发的两条动态 第一条 我听到了她打电话 好像是个女孩接的 我怀疑她有家世怎么办 第二条 我跟前辈打听过 她真的结婚了 我居然成了 我最厌恶的小三 她说她会离婚跟我结婚 可我不想破坏别人的家庭 我该怎么办 对不起 我真的好对不起那位姐姐 看到这些 我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无法想象 如果是自己遭遇这一切 会怎么样 尤其是带入长大后的女儿 我更恨得牙痒痒的 无助 害怕 迷茫 这样的畜生 如果不严惩 我觉都睡不着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送女儿去我妈家以后 我直接买票 去了那座城市 还没下高铁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添加了对方的账号 验证发过去以后 我的心都悬在空中 万一她拒绝听她好友呢 或者见我自爆身份 透露给刘强怎么办 尽管我在填写验证信息的时候 表明了善意 可万一有其中一种意外发生 都会让我前功尽弃 好就好在 这种忐忑仅仅持续了五分钟 好友验证终于通过了 看到对方输入又删除的操作提示 我直接发过去一句 可以聊聊吗 她似乎在犹豫 但还是回了我一个字 嗯 我如释重负 好 我马上就到A市 你放心 我没有恶意 刘强也不知道我联系你的事 只是想和你谈谈 下高铁以后 我直接打了语音电话 姑娘没有犹豫 这次接得很迅速 谈好了见面地点 我打个车便赴约了 之前在微博上 看过她发的自拍照 清清爽爽的一个姑娘 长相并不是很惊艳 但很耐看 所以到了指定地点 我很快就认出了她 没有在得知刘强出轨后 我想象中的针锋相对 反而是我做了介绍后坐下 她立马红着眼睛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刘强她结婚了 我以为这是普通的一人不输 没想到 真的对不起 我暗网又说的 并没有挑明 我已经扒到他们的过往信息 而是向着耐心的大姐姐 安慰了几句后 倾听她的心里话 女孩叫徐家影 或许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倾诉 在放下戒备以后 她事无巨细 把她和刘强相识 以及交往的经过 全都说了一遍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刘强那个畜生 居然真的是借口罪酒 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 说完这些 她已经哭成泪人 我认真的看着她问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她愣了一下 然后摇头 我不知道 我现在很恨她 也恨自己 恨我为什么那么轻易 相信她的花言巧语 姐姐呢 你打算怎么办 听到她的话 我就意识到她 肯定也被扑了 明明错的是刘强 她却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我握住她的手 一脸严肃 错的不是你 是她才对 她不该欺骗你 身为有父之父 对你做这种事 实恶不赦的人是她 不论你还是我 都是受害者 至于我 我会和她离婚 但不是现在 因为我想让她 受到应有的惩罚 佳莹 你愿意跟我联手吗 她点头如捣算 我愿意 我按照网友的建议 把接下来的计划告诉了她 最后跟她分析利弊 现在摆在你眼前的 有件迫切的事 这个孩子到底留不留 第一 不留 把孩子打掉 处理完这件事以后 你的人生轨迹不变 但是我们后面的计划 可能会艰难一点 第二 留下孩子 我的话还没说完 她已经打断了我的话 我打算留下孩子 不是我有多喜欢留强 而是因为月份大了 我问过医生 超过三个月 对我的身体伤害大 还有 如果留下这个孩子 以后也能成为 起诉她的证据 不得不承认 这是个聪明姑娘 但我依旧又问了一句 你可要想清楚 如果留下孩子 你会成为未婚妈妈 不仅要面对以后 独自抚养孩子的问题 还要面对家人 她看我的眼神满是坚定 我不怕 我静静地看着她 确定她真的下定决心 而后道 好 那就按照计划行事 你搜紧你的证据 至于她们母子 我会以我的方式处理 我给了她一个拥抱 合作愉快 从餐厅分开以后 我打开短信提示 看到一串又一串的短信 以及人人不断 汇入我账号的钱 我更加激动了 知道她一个 未婚先孕的女孩不容易 我赚了一万块给她 并且复言 加油 我们一定可以的 处理完这件事 我重新回到了 自己所在的城市 路上 我唯恐泄露了风声 摸到了刘强的账号上 当然 还发现了一点致命问题 在我的社交账号主页 我看到了刘强浏览过的踪迹 正当我想起来拉黑她 并且删除之前 发过用来求助网友的视频时 刘强发来了消息 还算听话 没把什么事都发到网上 之前视频的事 我跟妈解释了 她也愿意原谅你 离婚的事以后就不要提了 都30岁的老娘们了 离了我 谁还要你 我的关注点不在她 扑我老娘们这句话上 而是她说 我没把事情都发到网上这个点 我打过去一个问号 什么发网上 她回复 就是没跟之前一样 把给我妈吃泡面的事发出去啊 算你实相 还知道家丑不可外扬 我已经可以确定了 她看不到我求网友支招的内容 既然我已经绑定听卷系统了 她看不见这些内容 似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神经紧绷了两天 我终于彻底放松下来 回到我妈家以后 我表现得极其正常 给我爸妈买了点补品以后 接走了女儿西西 打开门那一瞬间 看到的不再是乱成猪窝的家 无论是地板还是茶几 全都收拾得整整齐齐 见到我 刘强也是一愣 随后笑脸迎了上来 小娟 你回来了 来 西西 爸爸抱 等我坐下来 刘强开始说道 小娟 我看你就别抛头路面上班了 我都打听过了 你上班的地方 一个月工资才两千二 你说说 还没我一个月给你的零用钱多 起码我一个月给你两千五 我真是要被气笑 直接嘲讽他 两千五 是好多哦 每次都是我开口你才给 给的时候不情不愿 两千二不多 但是这钱是我赚的 我花自己的钱 舒服 刘强见我油盐不尽 开始把目标放在女儿身上 西西 爱妈妈的话 快劝劝妈妈不要上班了 上班累 又不能照顾你和奶奶 我当场翻脸 行了 她奶奶都出院了 也不用我照顾 妈心疼你 肯定愿意我出去上班赚钱 补替家用 对不对呀妈 婆婆原本还在瞪我 见我问她 立马反应过来 小娟说的对 你一个人在外面挣钱多辛苦 现在孩子大了 她不上班天天想服 像什么话 我攥紧拳头 想到网友的话 还是忍住了 这天晚上 我再次闹着要离婚 这个结果严 刘强当然不愿意了 搞了半天 并不是因为设步的 而是另有想法 她这个人耗面子 担心离了婚 会被老家人笑话 最重要的是 我猜她是想等 许家隐生了孩子 给一笔钱把人打发掉 留下她妈的小金孙 这样的人 从里到外 是真的坏痛了 可我坚持要离婚 甚至开始戏数她的不是 并且装腔做事 一边哭一边道 为什么不离 自从我跟你结婚 就跟守寡似的 这都不说了 就拿上次的事说说 锅碗都放一天了 你都不洗 你说我嫁给你涂什么 她以为哄两下就好了 敷衍开口 好好好 我改 我发誓一定改 咱们能不离婚吗 不行 我继续拒绝 从结婚到现在 你都会花多少大饼了 你说的话我不相信 刘强嘴里嘟囔起来 咱们日子过得好好的 男人是最会权衡利弊的生物 许家隐年纪小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骗了人家 结婚这么多年 我把家里打理得紧紧有条 真要离婚 于他而言有害无力 看他愁眉苦脸 我开始继续按照网友教我的下套 去民政局办理完手续以后 观察一年 如果在这一年时间里 你表现好 我们就复婚 刘强犹豫了 我知道他又在权衡利弊 于是趁热打铁 你肯定不想改 要不然怎么不答应 算了 我们还是真离婚吧 你要是不愿意 我明天就请律师起诉离婚 果然这么一压 刘强立马答应了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要保证 一年后跟我复婚 还有 咱们离婚的事也不能告诉我妈 她身体不好 我怕吓着她 我努力压住疯狂 想上扬的嘴角 没问题 我都答应你 四日一大早 我就和刘强一起去了 民政局申请离婚 无论民政局的人 怎么劝说我俩 都是一副铁了心 要离婚的模样 不得已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同意了我们的申请 我知道 只要再熬过这一个月 我就彻底自由了 这天接女儿放学的路上 我问了她一个问题 希希 你稀不希望妈妈去上班 希希想了一下问我 妈妈 你上班开心 还是不上班在家里开心 五岁大的女儿 问起我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鼻子一阵酸涩 随后亲了亲她的脸颊 认真告诉她答案 妈妈上班不一定会开心 但是 如果不上班在家里 是一定会不开心的 希希笑了 也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那妈妈还是去上班吧 得到女儿的答案 我更加确定 这个婚没有理错 一个月的冷静期 很快就到了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 我比任何时刻都开心 那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幸福 幸福到我想掉眼泪 几乎是同一时间 徐家颖告诉我 她也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原来 在她苦苦哀求下 她要到了酒店拍下的监控 监控里是刘强在走廊 假装喝醉酒 强行拖她进酒店的视频 当然这些都还不够 她的闺蜜给了她一段录音 理念是当天 她被强行拖进酒店 她求刘强放了她的求救声 原来那天她察觉到事情不对 就打电话给闺蜜 闺蜜接通以后 电话这头却没了声音 因此 闺蜜只听到了求救声和对话声 她苦苦询问怎么了 以及你在哪里无果 只好录音 只不过闺蜜第二天询问的时候 她只能撒谎 说没什么事 好在 这些都派上用场了 我把录音交给律师 律师表示里面有提到 救命你这是强奸等词 再加上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 通话录音 接下来只需要对刘强 以及徐家颖附中的胎儿 进行亲子鉴定 就可以作为证据起诉 现在 万事俱备 引到离婚证的第十天 徐家颖准备好了亲子鉴定 我和她联手 请了最好的律师 把刘强告上法庭 消息已经发出 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由于证据确凿 再加上这次我和徐家颖 打她一个措手不及 法官当庭宣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6条强奸罪判处 判处刘强五年有期徒刑 最好面子的刘强 这次输得一塌糊涂 走出法院的时候 她开始痛骂 陈小娟 你这个贱人 你骗我假离婚 还有你 徐家颖 你活该被我睡 被我骗 是你自己犯贱 不少媒体人正在现场直播 同样出言不逊 至于钱婆婆 眼看形势不对 直接坐下来哭好 你们都被这个恶毒女人骗了 我儿子是冤枉的 这个坏女人不孝敬我这个婆婆 心肠歹毒 跟外人合伙起来 害我老公坐牢 你们都不管管吗 那些人听到哭声 把摄像头又对准钱婆婆 不料我抢先一步 哭得比她还惨 等吸引到媒体以后 开始控诉钱婆婆的各种恶行 明明受苦受难的 是我才对 月子里别人都是喝鸡汤 吃顿猪蹄 她给我吃了一个月的泡面 这都不说了 我怀孕的时候 只因为说想吃碗鸡蛋羹 婆婆跟她儿子都要删我 我越说越惨 泪如雨下 直接把婆婆看懵了 这也是网友知的招 走绿茶的路 让绿茶无路可走 经过我这次在媒体面前的卖惨 以及网友们自行了解到的来龙去脉 他们纷纷对刘强母子进行谩骂 更有甚者 在网上不停呼唤 请先生赴死 至于钱婆婆 听说儿子进了监狱以后 他也大病一场 金孙的希望泡汤 还被老家的人笑话 没脸见人的他 再也不敢回老家 孤苦伶仃 留在城里靠剪破烂为生 至于我 这件事得以完美解决 银行卡里的钱高达一千万 总而言之 这一次 我和徐佳颖打胜仗 只是这件事还没有完 部分不明事理的网友 骂完刘强 又把矛头对准了徐佳颖 说他之三当三不要脸 尽管他出面解释 甚至给出了证据 他们依旧骂个不停 比如为什么刘强 不骗你其他同事 而是骗你 还不是因为你犯贱 再比如 天生长了张狐狸精脸等等 受害者有罪论 发生在了他身上 好在他家里人很疼他 给了他足够的关爱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挺着大肚子 在外面徘徊 我把他接近了新家 安慰了他以后 也替他解开心结 人生在世 不可能没有人 对你指指点点 但我们不用活在 他人的评价当中 活出自己才最重要 四年六月底 徐家隐生了 他并没有生下 前婆婆心心念念的小金孙 而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幸运的是 小姑娘粉粉嫩嫩的 和他长得很像 格外可爱 有部分知道事情真相的 特意跑来医院 想领养这个孩子 但被徐家隐拒绝了 他说 我不管他的生父是谁 总而言之 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从现在起 他只是我的女儿 前婆婆得知情况 也巴巴地赶到医院 他不再是之前 红光满面的微胖体型 而是更加臃肿 就连脸都水肿到有些变形 花白的头发 蹒跚的步伐 至少让他看起来 老了十几岁 看到他日子过得并不好 我也放心了 只是在得知 徐家隐生下的 不是他心心念念的小金孙以后 还是呸了一口 真是没用的东西 一个两个的 连儿子都生不出来 但他并没有待太久 因为很快 他就被我请来的保安轰走了 徐家隐代产 以及生孩子这段日子 我也没有闲着 在进行深度考虑以后 我用银行卡剩下的钱 开了家公司 我努力学习管理 学习了解市场 学习经营 听从网友们的建议 给自己充电 把之前没有了解的 以及以后要用的东西 牢牢记在脑海里 财富或许会溜走 但知识谁都夺不走 家隐的女儿周岁的时候 我的公司彻底稳定下来 当然系统还在 那些给我支招的网友也还在 我郑重地跟他们致谢 告诉他们 我摆脱了那段糟糕的婚姻后 到底有多幸福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 那个跟我一起勇敢面对的姑娘 徐家隐 孩子周岁那天 我向他发出邀请 家隐 公司现在规模逐渐变大 步入正轨 你愿意跟我一起管理公司吗 他看着我 使劲点头 我愿意 他正式入职公司的那天 我听到系统传来的声音 钉 听劝任务已完成 系统解除成功 我好奇地打开软件 之前发出去的求支招视频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网友们之前的支招留言 也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如果不是银行卡里的余额 身边的徐家隐 以及蒸蒸日上的公司 我真以为 这只是一场美梦 果然 女人只要脱离一段糟糕的婚姻 弄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 然后去努力实现 都不会太差 无论是谁 无论爱谁 爱自己是一切的前提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